我们看看我们的大纲 我们大纲下一部分 讲到这个宝藏 马太十三 十四到十 四十六到四十 四十八 马太福音十三章 四十四到四十六节 马太十三章四十四到四十六 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 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 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 买这块地 天国又好像买卖人 寻找好珠子 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 就去变卖一切所有的 买了这颗珠子 就像我们在这特会一开始说的 马太福音在圣经里面 它是讲的是神的国度 当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 他传的福音是天国的福音 尽管今天我们今天在地上 我们是在地上的国度里面活着 这是加拿大 你们有的从美国来 从瑞士来 从中国来 从不同的地方来的 我们神也有一个国度 当我们重生之后 进到他的国度里之后 我们就是他国度的公民 如果我们是他国度的公民呢 他就是我们的王 我们就是他的子民 耶稣在地上传讲的是 他的国度的到来 在圣经里面 我们看到很清楚说 世上的一切国都会过去 那么基督的国会降到地上来 是唯一的一个国 今天这个地上是一个战场 为什么呢 因为撒旦在地上列国掌权 撒旦在列国的背后掌权 他是一直跟神的国增战 那么问题是什么 我们在生活之中 我们跟随的是哪一个王 我们总是说 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是属基督的 那么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 我们有没有跟随这个王呢 所以 主让我们看到了这一点 那么他说 天国是隐藏的 今天我们基督徒活的这个国度呢 不是很明显 因为每一天 我们是活在地上列国的法律之下 比如说我们活在加拿大 我们就要服从加拿大的法律 如果你不遵法 你就被 你犯法了 你就会被 惩治 不放在监狱里去 然后你一看电视呢 你看新闻 你就看到那个 出的杜鲁多 那个总理 那么今天我们活的呢 是一个我们眼前 一个物质的活度 但是作为基督徒 我们是属于一个 我们肉眼所看不见的一个国度 就是属灵的这个国度 我们今天基督徒 我们一生之中 已经习惯了 跟随我们眼睛所能看见的 我们能够看到 我们能够摸到的东西 那是我们跟随的 但是我们要做的今天是 我们要活 怎样能活着 活在这个我们肉眼所看不见的国度里呢 我们怎么能够把这个神的国 我们眼睛还看不见的这个国 能够变得真实呢 所以说马太福音13章 他就讲到了天国的奥秘 为什么是奥秘呢 因为它是隐藏的 因为在这个世代 它的国度是隐藏的 神对于你和我来说 我们作为基督徒 我们有属灵的眼睛 神的国应该是我们能够看得到 我们如果看不到他的国 我们眼睛就会追求 我们眼睛所能看到的 比如说金钱地位 那么我们可能就看不到 这个神永远的国 这是最重要的 给我们的一个国度 我们很容易就活在人的国度里了 去把希望啊 把我们的梦想啊 都放在现今这个世界里面 但是圣经让我们看到 我们眼前的一切都会过去 他说只有他的国度 是不被震动的国度 是存到永远的国度 那么很有趣的是 在马太福音13章 他也讲到撒旦在做的工 他也讲到撒旦在做的工 和神正在做的工 那么我们刚才读的这个 44到46节 神用另外一个比喻 让我们看到他的天国 是像什么 他用两个比喻 他说这个比喻呢 就是给我们描绘 给我们一个描绘 他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 人遇见了就把他藏起来 欢欢喜喜地去变卖一切所有的 买这块地 我希望大家思考这句话 有一个人 他发现了这个宝贝 这个宝贝一定是很值钱的 对他来说是无价的 所以他愿意把一切 他所有的都给卖了 把这个整块地都买来 那就是说天国对他来说是无价的 是非常的宝贝 他这不是说只是一个文学方面的一个故事 而是说通过这个比喻 让我们彰显一定的东西 让我们看到 这个人呢 他是指的我们主耶稣基督 这个地呢 就是象征着这个世界 我们怎么知道 他是人是基督 这个地是耶稣呢 因为这同一章的地 第八节 三十八节 这一章的三十八节 他给我们解释了 三十八节 天地就是世界 好总是天国之子 这说的 所以说主到地上来的时候 他在寻找宝贝 就是他天国的荣耀 然后我们主看到了这个宝贝 在很多 就是在我们很多人里面 比如说他的门徒 他的那门徒 他看到了 在他们里面看到宝贝 他看到了期盼 然后主看到 主他愿意把自己的生命放弃 得到这些人 他遇见了就把他藏起来 那么主耶稣来 他看到了荣耀 他看到这些人 他看在这些门 比如说他的门徒里面 他看到了一点点神的荣耀 那么他就把他藏起来 欢欢喜喜地去变卖 一切所有的 买这块地 这个图画就让我们看到 主为什么愿意 什么都没有 并且把生命都献上 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 说基督为我们付了赎假 我们哥林多前书第六章 哥林多二十节 哥林多前书六章二十节 我们快快读一下 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 所以要在你们的身上荣耀神 Amen 我们这些人 如果你们还有没信耶稣的人 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都是罪人 不管你是贫穷还是富有 你是什么样的背景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 你都是有罪的 那么主耶稣在十字架上 他付了这个代价 他死在十字架上 他的血流出来 他的生命是我们的赎假 要把我们从罪里救出来 那么我们这些信而被救的人 现在属于他 那么我们也知道 耶稣是没有罪的 他什么都没有做错事情 他是个完全人 他却愿意为我们这些罪人死 那么约翰福音第三章 他也说到 他愿意把自己献上 因为他爱世人 所以他把我们买来 属于他 所以我们看到了 主耶稣 多么看重他的国度 天国对他来说是他的宝贝 他看到这个天国 是他无价的宝贝 对于我们来说 天国也应该 对我们来说 也是一个宝贝 在如今的世代 他的天国不是那么明显 还是隐藏的 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 我们要以里面的眼睛 清楚地看到 我们也愿意去负代价 他说当主在灵的时候 他有一些粗熟的果子 他会收割来 那么粗熟的果子是谁呢 是那些跟随羔羊 无论他到那里 都跟随他的人 那么我们今天活着 就是要跟基督的榜样 他自己把自己献上 一致于死 他为了神的国度而死 那么我们今天 也应该跟主耶稣那样 他如果是我们的榜样 是我们的羔羊 我们都跟随他的话 那他应该 我们也愿意付代价 如果我们真的 里面的眼睛 看到了他的国度 我们应该也是如此的宝贝 神的国度 对基督徒 应该都是这样宝贝 我们也要看到 为什么神要把他的国度 作为一个产业交给我们 神让我们成为基督徒 是要把这个 因为有一天他的天国降到地上 他的天国要占据全地 他要把这个交给 一直忠信于他的人 这就作为他们的产业 他说给大家一个比喻 如果我知道你不享受 我做的饭的话 我就不会给你做饭吃 你可能去来了 看着我的饭摸的 碰的不碰一下 你可能 你不吃这个很好的蛋糕 比如烤很好的蛋糕 你不吃 你却要吃冰淇淋 如果主耶稣 他天国对他那么宝贝 他把生命都献上 对他那么说 那么的无价 希望他把这样一个国给我们 也希望我们珍重 他说比如说 为什么一个人 给你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钻戒 你都不带 你把那钻戒放在嘴里 你不带 那我还不如给你一个塑料的戒指 干嘛要给你那么贵重的一个钻戒 那么我们作为基督徒 就不要这么宝贝的东西给我们 我们不好好对待 所以今天他的国度就是他的教会 你有没有爱他的教会 你有没有想让主的教会被建造起来 让他的荣耀充满他的教会 也让他教会成为荣耀的一个见证 以夫所述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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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到27节 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 正如基督爱教会 为教会舍己 要用水借着当把教会洗尽 成为圣洁 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 毫无玷污 皱纹等类的病 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 我特别喜欢这些经节 因为这个他让我们清楚地看到 为什么他为教会舍己 他因为他想要给自己一个荣耀的教会 今天我们人呢 对于教会的理解 有很多不同的理解 但是神说 它是要有一个荣耀的教会 是没有玷污皱纹等类的病的 乃是圣洁 没有瑕疵的 那么我们有没有在灵里面 清楚地看到如此的一个荣耀的教会呢 他说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需要跟神之间 有这么亲密的关系 能够真的摸到神的荣耀 我们要看到我们的神是如此的奇妙 你不用自己 如果你自己不努力去看 说你爱主 你想跟随他 但是如果你没有亲近他 没有摸到他 你可以说很多道理 说这个说那个 我想放弃这个放弃那个 你实际上你不会往前行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 就像刚才我们读了十三章的 马太十三章讲的 这个人 他说他找到了 不是说不是说他丢的东西他有找到 而是说他在寻求的东西 他寻求这就是他 他所寻求的东西他得到了 不是说我们听别人说的 而是我们自己寻求 我们自己去寻求 然后我们发现找到了 对我们来说是如此的有吸引力 如此的宝贝 那我们愿意真的越来越多的看到天国是如此的宝贝 真的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清楚的看到这一点 我们再看下一个比喻 那么45到46节 是马太十三章 4546 这又一个比喻 就是刚才是那个宝贝 这是一个珠子 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 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 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 珠子就是珍珠 珍珠是很美的 我们珍珠用来做首饰 它也很为重 你们知道珍珠是怎么被造的吧 你知道那有那个 放在那个蚝 就是那个蚝生蚝里面 它有那个沙子进去 就像那个沙子放在你眼里 实际上是很不舒服的 他说对那个蚝也是那样的生蚝 生蚝为了保护自己 不要沙子磨它不舒服 然后它就往外吐 那种液体 那个液体呢 就一层一层的聚集起来 那么时间长了呢 然后它出来 这个分泌出来的液体呢 就成为一个珍珠 一颗珍珠 对于这个 这个得到珍珠 那个生蚝会很疼 但是它的珍珠会很贵重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珍珠 珍珠有不同价钱的珍珠 有的更珠光宝气 更重一些 有的呢 它是暗的 没有 就是光很暗 不是很漂亮 有的是有盐 有一些色彩的 有一些 有的没有 那么这个人 它是做买卖的 它知道什么是好珠子 就是说 它在做买卖 寻找好的珠子 它遇见了一颗 重价的珠子 它可能看到很多的珍珠 但是这一颗珍珠 是最贵重 然后去变卖它 一切所有了 买了这颗珠子 同样 这也是跟头一个藏宝 那个发现宝藏的 那个比喻是一样的 它也是基督 基督它看到神的荣耀的国度 它看到了神的国度 然后它也看到 在这些人里面 有这个国度的荣耀 那么它愿意把它 一切所有的都卖了 买这颗珠子 它在一切人里面 看到了这个盼望 你知道很多人不感兴趣 对这个福音 天国的福音不感兴趣 那么主 他发现有一些人 不仅感兴趣 愿意跟随 这些人对他来说 是很宝贝 有些人真的听进去了 天国的福音 比如说马太福音16章 昨天晚上我们也强调过 他说我们读16章之前 我们读以赛亚书53章 那么以赛亚书是在主来之前几百年写的 53章 从第一节开始 以赛亚书53章 这是关于我们主耶稣 在他来之前几百年所写的一个预言 就是预知 预见他会再领 他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 耶和华的榜臂向谁显露呢 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润牙 像根出于干地 他无家型美容 我们看见他的时候 也无美貌 是我们羡慕他 这几句话让我们看到 当主耶稣来的时候 按人的标准 他是毫无吸引力的 他说今天有些人想象 我们主耶稣很帅气 画像的时候画得很帅 但是实际圣经是怎么说的呢 以赛亚说 他说他无家型美容 他看见他的时候 无美貌 使我们羡慕他 第三节 他被藐视 被人厌弃 多受痛苦 常经忧患 他被藐视 好像被人眼面不看的一样 我们也不尊重他 主呀 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 背负我们的痛苦 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 被神击打哭呆了 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因他受的刑罚 我们得平安 因他受的鞭伤 我们得医治 我们都如羊走迷 个人偏行几路 耶和华是我们众人的罪孽 都归在他身上 主来 他没有用任何的东西 外在的东西吸引人 但是他从神 从父神那儿得到启示 他说撒旦 撒旦都知道 他是耶稣 是神的儿子 那主怎么说的 主说 哦 是了 我是神的儿子 你对了 你说的对 主说 你闭口 主来不是招摇 不是显摆什么 他来是以人的样子来 他吸引人 不是外在的东西吸引 而是他神的灵 是神的灵在他里面 神的灵向他的子民显示基督是谁 也显示神是谁 那么我们现在到马太十六章 马太十六章 那么彼得是很多人之中的一员 他看到的基督是谁 那么是神把他自己向彼得显示出来 十六章 马太十六 十五节到十七节 十五节到十七节 耶稣说 你说我是谁 西门彼得回答说 你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儿子 耶稣对他说 西门巴约纳 你是有福的 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子 是你的 乃是我在天上的父子 是的 耶稣 这是多奇妙 非常奇妙的是 这么一个贫穷的 一个不起眼的人 他穿的是很普通的衣服 但是呢 彼得的眼睛却被开了 他看到了 他是神的儿子 是永生神的儿子 彼得 彼得不是通过基督的外表 看出来的 那么主说得很清楚 是我在天上的父子 是的 我们也一样 我们需要 我们在天上的父 开启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看到基督的荣耀和荣美 这也是主耶稣 在彼得里面 他看到了 像彼得这样的人 他真的看到了 附显出来的东西 所以呢 耶稣愿意把自己的生命 为世人献上 因为他看到了可能性 他可以把国度带到地上来 所以这是非常宝贝的 那么在这个圣经的最后 我们看到了他这个珍珠 我们在启示录二十一章 这圣经的最后一本书 我们看到他这个珍珠 又看他又是说到珍珠 第九节开始 启示录二十一章九节 九到十一节 启示录二十一章九到十一节 拿着七个今晚 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 有一位来对我说 你到这里来 我要将心腹 就是羔羊的七指给你看 我被圣灵感动 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 将那由神那里 从天而降的圣城 耶路撒冷指示我 城中有神的荣耀 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 好像碧玉 民如水金 再看二十一节 他说这个城有十二个门 这十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 每门是一颗珍珠 城里的街道是金金 好像民透的玻璃 阿们 那第十节 他说 他说 一座 他说这是圣城耶路撒冷 他说在他有个解释说 神让他看到圣城耶路撒冷 他说耶路撒冷看起来跟巴比伦不一样 因为他是圣洁的 那么新耶路撒冷也不是今天物质上的一个城市 物理上的一个城市 他这个城市是羔羊的七 是他的心腹 今天呢 很多人 说新耶路撒冷街道上都是金子在天上 但实际上 他说这是教会 实际上这不是物质的东西 它是象征着他的本性 教会的本性 那么这个金银和宝石是显示了神的本性 是什么意思呢 是神的生命进到了每一个基督徒里面 充满我们 让我们有他的神性 那么他的国度是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 不断地增长起来彰显出来的 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天国的荣耀是非常重要的 作为基督徒一定要看到这一点 因为当你看到了他的天国的荣耀 你会觉得世上的一切都是暗昧无光了 作为一个基督徒 如果我们发现世上很多东西 属于世界 属于肉体的东西 还对我们很有吸引力的话 比如说你愿意挣很多钱 你愿意去在事业上成功 不是说你不要挣钱 不要去做上班 而是说我们的心是不是被那些东西抓住了 是不是我们的心宝贝是世上的东西 还是说宝贝他的天国 如果我们看到神的天国是这么奇妙和宝贝 我们就会感兴趣 希望这成为我们的经历 我们会用一个锤子敲你的头说 哎呀你不要爱这个世界 我们不会这么做的 我们没办法这么做去改变你 而是说我们自己里面的眼睛要增开去看到 我们自己就会知道了 这要成为你自己经历到 只有你自己的经历 让你看到他的荣耀 才能他的荣耀才能吸引你 然后你自己就会发现 哎呀市场很多东西 这个你就慢慢地发现 你失去了趣味 你不愿意要 因为你看到了天国 对你来说是多么宝贝 你可能在你的银行账户上 有几亿元 或者说只有十块钱 因为几亿元和十块钱 都成为零人 到那一天都成为零人 你是千亿元或者千万元 你百万元到那一天没有什么差别 你都归零了 你的很美的房子 那到那一天也不那么宝贝了 我们不是说空着去相信 这是我们自己要看到这个真理 我们自己要经历到天国的宝贝 我们自己要看到 还有比如说我们怎样花我们的时间 我们在花时间做什么 在建造暂时的东西还是永恒的东西 人命的息子 然后再加了一天 几十二、四十四 还是刚才我们读着两个比喻 好像宝贝藏在地里 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 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 买这块地 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